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中段的处理程式 这个我应该还没讲到 中段的处理程式 如果我讲过了,请跟我提醒一下 因为我有点忘记这段有没有讲过 中段我们通常会用输出路请求的方式 它可以用来做输出路请求 也可以用来做行程切换 那我们这一章会先讲输出路请求 行程切换比较复杂 留到中段已经熟悉了之后再讲 那中段在MCU0里面我们定义了 我之后其实后面这半部我发现说 我干脆用MCU0来介绍 因为它比较简单 那CPU0虽然也是OK的 但是我发现它程式写起来就是比较长 所以我们后面这边 用MCU0有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的记忆体位置之类的都是直接定值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减来减去 那这也是一个好处之一 中段发生的时候会有中段位员会被射成1 所以本来都是0的 中段位员会突然被射成1 射成1之后它会传一个位置进去给CPU 这个位置通常我们称为IRQ interruption request 这个interruption request的IRQ呢 就是说我今天中段的代号是多少 所以这个线拉起来之后 CPU一看到它检查中段代号 然后做中段该做的事 那问题是中段到底该做什么事呢 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边都是截取的 都是正常的一般的做法 那中段的时候到底做什么事呢 那重要的是这里 如果我现在这个RI的话代表说它可中段 处于可中段这种状态 那就是它的状态战存器的这一个位员呢 是不是1是0的情况 那就是可中段状态 可中段状态的话又接到中段讯息 那它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可中段状态设成1 也就是变成不可中段状态 否则的话它就会重复中段 那重复中段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的设计逻辑就变得很复杂 所以呢我们这一颗呢 是采用不可重复的中段 不可重入的 那你一个中段呢 发生了之后别人都不能再中段 一直到这个中段结束之后 别人才可以再中段 这个比较简单的中段是这样设计 那我们呢把它设成1就不可中段了 接下来呢 把PC呢放到LR 这就是为了返回的时候用 因为你做Core、Jump 就是JSUB的时候都会做这种事情 Core或JSUB都会做先储存LR 那接下来呢 我把PC直接设成IRQ 那请注意IRQ只有三个位元 三个位元 所以呢它其实最多就是0到7而已 那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中段的向量表 是在0到7的位置 我们的中段向量表是在0到7的位置 那这里像维基百科它会有一些 告诉你什么叫做中段啊之类的 那这个通常都会有提到中段向量表 这个先不要岔开好 所以呢我们会把PC设成这个中段向量位置 然后它就跳到那一个指令去执行 那通常在这里的那个指令呢 是一个跳要指印 它会跳到一个中段副程式去做 做完之后呢再跳回来 再跳回原来的呼叫点 OK 那所以重点是这一段 就是我们之前的程式大概都已经完整了 但是没有处理中段 所以这一段我们处理了中段 那有了中段之后呢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中段要跳回去的时候 我怎么跳 我现在可以跳入中段了 跳入中段 可是要跳回去怎么跳 跳回去的话 我们如果用RET 它不会去处理这个中段的奇标 OK 也就是说它不会把中段奇标射成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成你得再加一个指令去设 可是再加一个指令去设呢 是可能啦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在处理中段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麻烦 所以呢我们会再多加一个指令叫 IRET 就是中段返回 然后当你中段完成之后 直接用这个指令去返回 那这样会避开一些麻烦 那那些麻烦是跟行程切换有关的 OK 所以中段返回的时候 都一样做把LR存到PC的动作 这样它就返回了 就会跳回去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完整的程式 这个是我们整个完整的MCU0 包含中段的程式 那当然你会看到指令变很多了 指令变很多了 几乎快掉30个了吧 那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 因为只有4位元的OP 所以呢最多只能放到15个 我们就利用第15个 再去延伸出后面的十几个 第15个后面再多加4个bit 去延伸出后面的十几个 所以这整个程式到这边 这边是15个 然后呢这第16个就是0到14 那第15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延伸出后面的 指令集 包含这些 OK 那这里也包含了IRET 好 那这时候我们的程式就写完了 但是我们要看它的测试 主测试程式 主测试程式 主测试程式一开始中段是没有 没有中段 I interrupt I interrupt 是0 IRQ我们都把它射成2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种中段 就是二号中段 好 那每10奈秒呢 会震荡一次 每10奈秒会震荡一次 到了第500奈秒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中段射成1 然后呢 持续30奈秒 接下来再把中段射成0 也就是说每500奈秒 就会有一个30奈秒的中段讯息 那到了4000奈秒呢 我们就停止 OK 那这个测试 当然要搭配我们的组合员来看 和机器码来看 那因为这个机器码就很容易编 你基本上也不需要 不需要考虑相对位置 所以你就直接 直接用脑袋其实编就很方便 那用脑袋编 OK 那Jump是A 所以呢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一段叫做中段向量表 这一段你可以看到 它有 000、01、02、03 目前我们只用到4个 虽然我们在中段会只用3个位元 但是其实我们用2个月也就够了 那目前只用到4个 可以说4个 4种中段 第一种呢 是Reset 就是重开机中段 第二种是 错误 发生了某种错误 比如说除以0之类 就可以用这种 那 第三种是叫做IRQ 这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 那第四种呢 也是错误 就00、01、02、03 这四种 那这个02呢 是IRQ 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2号中段呢 它跳到IRQ 这里 跳到IRQ 这里 跳到IRQ 这里之后呢 它先push 做保存暂存器的动作 最后呢 在离开之前呢 它要恢复暂存器 这样子你才不会中断前 跟中断后暂存器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保存再恢复 那中间万一你有对这些暂存器做改变 就不会影响到原来程式的运行 OK 那虽然我们这一个程式大概只会影响到A 并没有影响到SW 因为我们没有compare 没有比较 如果有compare 就会影响到SW 虽然没有比较 但是我还是保留了SW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先载入一个Timer的变数 那这个Timer变数在下面 最下面这里 Timer 一开始是0 那每次呢 中断的时候我就把它加1 而且呢 我呼叫一个软中断 软体中断 那这个软体中断呢 我们只是用它来显示一点讯息 让你知道说现在是在中断的里面而已 OK 那所以我们加了1 显示说现在的A占存器是多少 就软体中断1 是显示A占存器是多少 OK 然后呢 再把它存回Timer 所以Timer每次会怎么样 加1 这也就是我们这个中断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只想让你知道我们中断了几次 OK 那你可以做中断的几次 你就可以做更复杂的程式 好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的组程式呢 其实从哪里开始 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当你按重开机键的时候 它IRQ会是00 OK 00的话呢它就会跳到reset 或者是或者是一开始重开机 不管怎么样都是从00开始 00开始它还是跳到reset 跳reset就跳到这里来 这里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就把stackend 就是堆叠区 堆叠的最后一个位元的位置 堆叠最后一个位元的位置 是哪里呢 我们现在设成的是127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式 其实只用到了11而已 11大概是31左右 31 所以到127还有一大段距离 对 所以从31到127呢 通通都是当成堆叠 OK 所以我把127载入的话 就代表说堆叠的 堆叠的位置 设在127了 那接下来呢 我把 我把这个载入 因为这个指令LD载入 载入到A占存器 那我再把A移到SP 这SP就是那个堆叠占存器 所以堆叠占存器 才会真正变成127 这样子你就真的有保留了一块堆叠给它用 这块堆叠就是从32到127的那一块 通通都是堆叠 那这堆叠做什么用呢 有了堆叠你才可以Push和Pub 如果你没有分配堆叠空间 你Push和Pub是不会 就是会产生很大问题的 因为你没有分配堆叠空间 那你的指标指错了 那你去Push它会乱盖 然后你开会设定 所以说 有了堆叠我们才可以做这个Push和Pub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设堆叠的原因 那各位你看 其实 在系统程式里面有一个 通常会 蛮关键但是很难了解的程式 叫Boot Boot就是那个启动程式 启动程式呢 像各位写思义员的时候 他的man在执行man之前 他就会做这个动作 设定堆叠指标 如果执行man之前他没有设的话 那你就没有记忆体空间可以用 没有堆叠空间可以用 没有堆叠空间可以用的话 以思义员而言 他所有的参数 所有的反围位置 通通都是存在堆叠里面 那如果没有堆叠空间可以用 那他就没有办法误教父程式 也没有办法传参数 所以一开始其实在各位的man之前 c还是有做一些事情 事情 一个重要的就是要设定堆叠空间 好再来的话 他要呼叫ldi 然后做cmp 然后每次加1 然后这个还是在做 1加到10的那种动作 1加到10的动作 因为这个n现在是设10 所以他就做1加到10 如果你设100 他就做1加到100 那所以这一段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但是呢 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每500奈秒会出现一个中断 比如说你在做1加到10的过程当中呢 只要碰到500奈秒他就给你中断 不管你执行到哪里我都给你中断掉 不管你执行到哪里我都中断掉 那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执行结果 这个程式我们叫mcu0i 那里面的这一个组合就是机器码 我们叫mcu0i.hacks 那当我执行的时候 一开始他是把这个程式读进来 所以程式读进来 OK 这个程式都读进来 然后呢 读进来之后 读完之后呢 他又开始执行了 执行的前几个指令 不就是第一个跳要指令 然后跳接下来呢 分配堆叠 分配堆叠 然后堆叠分配好了之后 才开始进行1加到10的动作那些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样执行执行执行 他都在做1加到10的动作 但是到了这里 你看哦 在哪里开始 位置有跳跃的情况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PC0015对不对 0015之后在530 有没有注意 我们500的地方会做一个中断吗 所以在530这地方 他突然跳到2 为什么 他被中断了 所以本来执行到0015 突然之间就跳到2了 而且我没有跳到指令 他突然就跳到2 为什么 因为中断 中断的关系 中断的时候导致他跳到2 然后接下来呢 2之后他就跳到4 然后再5 6 7 8 这个其实已经在中断的程式里面了 OK 在中断的程式里面 那我们不是有做一个软体中断吗 这软体中断就会输出说 OK 现在A是1 他输出现在A是1 那这代表说 OK 现在你的那个 timer 计数器我们算到1了 本来是0 那你可以一路看下来 你会看到每次中断的时候 他A就加1 变3 每次中断的时候 A就加1变3 OK 每次中断就加1变4 好 5 OK 那一直做6 7 然后最后到4000的时候就强制结束 所以这个程式其实跟之前做的事情 还几乎都是一样 一较到只是他多了中断处理程式 这个中断处理程式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一个计数器 当然中断其实通常不是用来做计数器用的 通常是用来做输出路 或者是用来做形成切换 形成切换输出路 通常是中断最常用的做的事情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程式 你可以看到 他会不断的被中断 那不断的被中断就不断的跳来 跳过来执行这一段中断程式 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中断程式从04开始一直执行到01结束 04到01结束 然后01之后又返回原本中断点 再继续往下执行 所以那一个1加到10的程式还是一直是正确的 你可以看到1加到10的程式一直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最后55 对不对 1加到10等于55 没错 他真的还是持续在算1加到10 只是每隔一小段时间他会被中断一下 那这就是中断的最简单的一个范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这是完整的MCU0中断程式 我们把它放到Vlog0 OK 放这里 那MCU0中断程式 然后把它打开用nopay++打开贴上去 不过这里有个地方我写的没有改到 因为照理讲i 因为我现在是16位元的状况 我每次 而且我每一个 每一个定值都是16位元的 所以加1就可以 那这里 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档还没进来 MCU0i.has 我要把这个MCU0i.has i.s 也就是这一个机器码 直接扣进来 好 那扣进来 直接扣进去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我们开个命令列来执行 好 我打ivlog0 mcu0i 然后mcu0i.v 好 这时候它会做编译 编译之后呢 会跑出一个mcu0i的程式 我们打VVP 我们打VVP MCU0i 好 你就会看到它的执行结果 那一开始它会把整个程式都载进来 好 载进来之后呢 就从0的位置开始执行 好 那但是它执行从0一开始呢 因为 因为 0是一个跳指令 所以它直接跳到reset reset呢 在0f的地方 所以它的00呢 就直接跳到0f 跳0f之后呢 就开始执行一叫到死的那一个程式 但是执行执行 你会发现说 在中间的 以我这个例子而言是在530的地方 突然之间就跳到PC等于0002 这530的地方 它所执行的是PC等于0015 0015 0015的这一个指令应该是STI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跳要指令 所以它照理讲 不应该会跳到02了 但是是因为中断 中断的结果导致我们的程式呢 我们的程式 开始跑这一个1 开始跑这个1 让它跳到PC跳到IRQ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 去开始执行02的地方 02一直执行执行 你会看到它执行到01这个地方呢 01这个地方 它就突然之间又跳回16 那01是什么 01 01就是这个IRET IRET 既然是IRET 那没错啊 它应该要跳回原来的地方 那原来呢 我们是执行到15 所以下一个指令 当然是16没有错 所以从01呢 突然又跳回16 然后继续执行原本 应该做的1加到10的动作 然后做到某个地方 这里是1050的地方呢 第二次中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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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跳到02 再去做技术的动作 然后到了1270 执行完 这一个指令 IRET 之后呢 又跳回12 这个12 为什么 因为上次应该是到11 上次执行到11 所以这次呢 就到12 所以这个程序告诉了你一件事 就是我们可以在中断发生的时候 把CPU的控制权抢回来 那一旦你又可以在中断发生的时候 把CPU的控制权抢回来 你就可以利用这种中断来做输入 或做行程切换 所以请各位去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越来越复杂一点 但是如果你概念都了解的话 你应该是看得懂这样的程式 虽然我们的程式码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现在已经到了104行 但是以这个顺序而言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太难理解才对 如果太难理解的情况请跟我讲 那你必定是要从那个四个指令的MCU 开始一直到这边 你一步一步来才比较容易走到这里 那我们先让各位休息一下 刚好已经下课了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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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